在美國他們有所謂的頻道公有論 或者是頻道稀有論 他們認為就是電台這個頻率是一個 電台頻道是一個稀有資源 所以應該是由納稅人所共同擁有的 所以你有義務 你必須要提供公正且客觀的資訊 你如果收受任何贊助而產生的言論 你都應該要公開表明 但是對不起啊 台灣那時候還是極權政府 誰管你啊 可以根本沒有這件事啊 一直到今天都其實還沒有這件事情啊 所以華語世界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任何的所謂的電台排行榜 或者是電台DJ 他們因為收收唱片公司 好啦不要說賄賂啦 我們說贊助就好 因為收收唱片公司的贊助而被制裁啊 但是買榜這件事情到底誰不知道 任何人都知道買榜這件事情 而且他眾所周知到可以變成一首歌 然後還要兩千多萬點播